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87集 天人 天品之火 那是唯有天品练魂师才能练出的多色火 这是传说中的存在 无论是火还是天品练魂师都是如此 整个蛮黄多少年来都始终没有出现过 一切都是传闻 甚至就连21色火的配方都不曾有 就算是白小纯 若非是其弟子相助 若非是有足够的魂 也根本就无法练之出来 甚至这一次的炼制也有巧合的成分在内 哪怕白小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环节 可他也没有把握 在第二次时依旧可以成功 此刻 在这21色火出现的瞬间 随着苍穹的变化 随着那让陈和天三人心惊稀气的威压 三人退后极快 活得越久就越是惜命 在察觉到生死危机时 三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迟疑 此刻退后中心神也在强烈震动 震惊不已 道河与星河老祖同样如此 二人不断吸气 眼珠子都要鼓出来 内心极不平静 而逆和宗的修士 在经历了绝望之后 看到了霞光 看到了白小纯闭关之地内 不断释放星城的威压 他们的心神此刻振奋无比 欢呼之声 也都强烈惊天 白老祖 是白老祖 我们有希望了 有老祖在 谁敢侵犯我们逆和宗 在这种人激动时 密室内的白小春也一样振奋 他看着手中的二十一色火 再将其炼出的一瞬 他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觉 似乎这片世界要承受不住了 而此刻他也注意到 苍穹上的世界封印之王 内心的感觉更为清晰起来 他想起了弟子曾经所说的 怀疑二十一色火 就是这世界的极限 这片世界 只能承受二十一色火 无法承受二十二色 白小春深吸口气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同时 也有明误 当初在藏宫试炼中 他所看到的二十一次炼灵的火 那毕竟是幻境中 并非真实 而眼前的二十一色火 确实真切的存在 感受这二十一色火内 蕴含得让白小春也都觉得恐怖无比的波动 感受着这片世界 似到了极致 好似用全力再去镇压这二十一色火 甚至 这刚刚诞生出的二十一色火 此刻居然在白小春的手心内 出现了一次暗淡的迹象 似要被这片世界将其西密 白小春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毫不迟疑的一把取出归文锅 目露果断 更有一抹疯狂 虽说二十一色火可以让人成就天人 可这毕竟是传书 在白小春之前 没人通过这个方式去做过 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可以说多少年来 只有白小春才具备了全部要求 而如今的逆河宗危机 再加上这二十一色火 明显似要被镇压的西密 所有的遗弃 根本就容不得白小春去考虑了 拼了 拼了 白小春神色有些猙獰 发出了一声咆哮 若有丝毫的可能 他都不想去这么读 去这么拼 这与他性格不符 可眼下白小春只能这么做 在归文锅被取出的瞬间 白小春的原因刹那飞出 直接就坐在了归文锅上 与此同时 他的手明显的颤抖了一下后 随后坚定无比的 一指二十一色火 顿时 这二十一色火就只本归文锅而来 刹那碰触后 数文间就融入进去 在融合的一瞬归文锅猛的颤抖 这颤抖前所未有更是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此光一顺就弥漫开来 使得天地轰鸣中数不清的灵力居然从四面八方 只本此地而来 好似逆河宗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吞噬着天地内的一切灵力 这一幕让陈河天三人再次神色动容 经怡中不断后退 那种不妙之感更为强力 离显到面色变化中 默然开口 道河 兴河 你们立刻过去 轰开白小淳的闭关密室 他话语一出 道河老祖与兴河老祖内心狂骂 可却不敢不遵从 此刻迟疑中 眼看陈河天与白枕天也都看向自己 他们二人猛的咬牙 轰着眼瞬间冲出 指本逆河宗 冲向白小淳闭关之地 铁袋立刻焦急咆哮 还有血系老祖操控的血祖 也都猛的站起 要去阻止 轰轰街 血系老祖操控血祖 毕竟有些不灵活 难以展开全部站立 而铁袋也毕竟不是天人 他们的阻挡 只能一时 无法真正的拖延 轰鸣声中 铁袋被直接轰开 而那血祖的身体也被星河老祖直接绕开 与盗河老祖一起冲着那散处 让他们心惊肉跳的威压 且形成了漩涡 正疯狂的吸收四方灵气的密室所在之地 蒙的杀去 盗河老祖打好 给我碎开 双手掐绝界立刻一道道剑光 插那幻化 足有几十万之多 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惊天巨界 向着白小春闭关之地狠狠地站落 这一战 惊天动地 爆发出了其全部的天人之力 而星河老祖一样如此 此刻拼了命 双手猛的抬起 狂吼了一声 星云将 轰轰巨像震动四方 夹杂着逆河宗 无数羞逝的焦急怒吼 只见一颗颗星辰 居然凭空出现在星河老祖的四周 带着惊人之力 纷纷向着白小春闭关之地 轰然砸去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刹那箭发生 眨眼的功夫 随着陨石的落下 随着大箭的斩下 拟河宗猛的颤抖 白小春闭关所在的那条山脉 直接就在这轰迹中崩溃 坍塌 无数碎石四箭石 承受不住这冲击 顿时就化作了飞灰 包括白小春所在的密室 此刻也在这山脉的坍塌下直接崩塌 小春 宋军晚发出七礼之音 整个人颤抖无比的同时 铁袋也咆哮气候 而陈和天三人此刻则是目不转睛 身体更是一晃之下 正要踏入逆河宗内 可突然的三人灭色猛的狂变 天人之一 这是唯有境界天人之时 才会出现的与苍穹融合的气象 白小春 他之前居然不是天人 这怎么可能 三人骇然失声 身体几乎同时急速后退 就在他们退后的刹那 从那崩溃的废墟内 猛然间就有一股惊人的意志 轰隆隆的冲天而起 这意志之强刚一出现 就立刻融入苍穹 撼动了天空 使得一切云层 一切波纹 一切天雷 都在这一刻 瞬间就被彻彻底底的压制下来 甚至就连陈和天等人的意志 原本已重新融入天空 化作天意 可在这一说 却是直接就被强行的挤出一半 直接驱散 在这驱散中 天空 大地 似乎只剩下一个人的意志 那意志霸道无比 似其所在之处 一切天人之意 都要退避 更是在天空上 此刻赫然出现了一张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闭着眼 取代了苍穹 被逆和宗众人看到后 无不心神震颤 激动 无法自意 那正是 白小春 轰鸣中 随着陈和天三人的击退 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 也都神色惨淡 吸气时也急速后退 要离开这里 他们二人的牺牲 此刻感受到 比曾经面对白小春时 还要强烈太多倍的死亡气息 可就在二人腿后的刹那 突然的 苍穹上白小春的面孔 猛的就睁开了眼 看向那道河老祖的元神 更是在他目光开合的瞬间 天底似陡然的变了颜色 风起云涌 闪电飞光 好似无穷天雷 在这八方疯狂的炸开 化作了一个声音 灭 随着这个字的回荡 白小春的面孔插得扭曲 竟化作一道长虹 一种 就算是陈和天三人 也都被震撼心神的速度 插那界 竟从苍穹 直接出现在 在道河老祖的元神身边 在道河老祖的目中亥然 甚至露出求饶之意的刹那 从其元神之体上 这道长虹 轰鸣 穿透而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